好 今天健康时间 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平常吃鸡蛋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看一下 自己吃的鸡蛋的样貌 或者是一些外形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觉得 怎么样的鸡蛋会比较新鲜 怎么样的鸡蛋可能比较不新鲜 有人也觉得吃生鸡蛋 感觉好像比较营养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也有人觉得红壳鸡蛋卖起来比较贵 那他应该也是比较营养 其实也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到营养师有帮大家解释 像是红壳蛋比白蛋还要贵 其实主要就是 差在鸡脂品种的关系 跟营养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蛋黄越菊越营养吗 这也是很多人觉得的迷思 事实上他其实跟这个饲料成分有关 营养的差异其实也不大 另外我们来看到 刚刚有讲到 很多人以为吃生鸡蛋比较营养吗 也不是这样 营养师就有提到说 生蛋白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白素的东西 会影响维生素B7的吸收 而其实营养维生素B7的吸收的话 也会有影响造成一些掉法的危机 煮熟的蛋白质 其实反而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另外还有哪些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 像是鸡蛋 是不是挑大颗一点会比较好吗 其实也不是 鸡蛋的大小跟鸡的年龄有关 挑大小适中就可以 如果是比较小的鸡蛋 大部分就是出软蛋 如果比较大颗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鸡的年龄稍微比较大一点 也会比较大颗 还有蛋壳比较薄 其实也会影响到蛋的品质 另外蛋壳粗糙比较新鲜吗 其实不是 因为现在很多的席选蛋 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判断 营养师还是建议 还是要以制造日期为主 事实上蛋壳粗糙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母鸡生病了 或者是说母鸡比较年老 所以导致蛋壳的钙质分布不均 所以才会造成蛋壳有一些粗糙的表面 另外蛋要先洗过再冰吗 营养师就有特别提醒 洗选蛋买回来最好是直接冰在冰箱 要吃之前再冲洗就好 千万不要洗完再冰 营养师特别提醒到 如果你先把蛋给洗完放到冰箱里面 反而在储存的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所以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些吃鸡蛋的小尝试 另外我们聊到同样也是吃 不知道大家平常吃完饭的时候 会出现瘴气的困扰吗 可能有些人会 特定的族群其实会比较严重 我们来看到哪一些族群比较严重 像是上班族 学生还有外食族 应酬 他们都是非常容易吃完饭出现瘴气的状况 主要还是因为常常久坐 少动还有情绪的压力 因为上班常有时候要面对同事 还有上司 情绪的压力还有三餐不稳定 有时候赶时间吃饭要拜访客户 常常会狼吞虎咽 那瘴气通常会有哪一些症状呢 如果你是稍微比较轻微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些打嗝 还有排气 其实过了就可以缓解 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 这个瘴气的感觉甚至会到没胃口 还会胃痛痛到睡不着 营养师就有特别讲 其实这个状况是可以改善的 最重要的是吃饭的时候 一定不要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还有吃饭的时候最好呢 是可以细嚼慢咽的 把食物舀好之后再吞下去 多运动 少吃容易胀气的 排气的一些食物最重要的 还是吃饭的时候 不要一边喝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有气 当然相对也比较容易唱戏 甜食跟炸物这些都会导致 我们胃酸分泌比较多 当然这个胀气的感觉 有时候就会比较不舒服 也会比较明显了 这个提供大家参考 如果比较常外食的 或者是你常常久坐不动的 观众朋友有胃胀气的困扰的话 可以提供您参考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同样讲到现在很多人上班 为了要节省餐费 或是个人饮食习惯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吃饭中午会选择自己带便当 但是专家就有特别提醒 带便当其实有一些小撇步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反而也会让食物变质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你在吃完晚餐的时候 不要吃完饭再装进便当盒 因为可能这饭已经受到了口水的污染 放到隔天吃就会造成食物变质 另外也要避免蔬菜生菜的这一类食物 因为水分其实也非常容易资深戏剧 这是我今天的午餐 我准备鸡肉花椰菜跟毛豆 打开自己前一天制作的便当 白饭上铺满鸡肉 还有绿色蔬菜 我带便当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想要带便当 其实一开始最初是很想要省钱 就觉得自己料理的话 我自己买这些蔬菜 然后可以让自己吃得很健康 在食材上其实没有到省非常多 但就是另一个好处会是我发现 在工作上会变得很有愉裕 就可能在中午的时间 其实不用出去想吃什么餐厅 然后要找什么 然后或者是我必须要等在这边排队 所以我可能可以加减就省到一些时间 可以又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办公 除了健康又节省时间 让Jocelyn带便当就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不过自己准备便当 都必须要撑到隔天中午复热 食材上的选择也有些心得 之前有试了洗过 就是最新鲜的菜 叶菜类的 想要就烫过之后再重新煮 那就会变成整个饭都湿湿的 我觉得口感没有这么好 然后再烫过之后加热的 气味好像也不够 确实放入容易出水的蔬菜 就是一项NG行为 特别是生菜类 如果没有彻底排除水分 很容易滋生细菌 影响到其他餐点 另外食物没有确实加热 或是放入半生不熟的料理 也要小心 因为你便当做完 一定是隔天要吃 那你隔天要吃的便当的话 鸡肉类你可以选择鸡腿的部分 因为鸡腿它的 就是鸡肉的纖维的关系 所以它放到隔天吃起来 还是很嫩 对 那如果说 你就是选择鸡胸的话 因为鸡胸它煮完之后 它的水分都会慢慢流失掉 到了隔天可能会稍微干柴一点 而以这家健康餐盒来说 当天中午的蔬菜 有高丽菜 花椰菜还有芥兰 卤豆腐担心有汤汁 则特别用盒子装起来 避免影响到其他食材 因为食材会腐败的话 大概最重要就是三个元素 空气 水分跟温度 容器的话其实可以选择 像现在市面上有卖很多的环保材质 如果说没有办法 就是不会分辨环保材质的话 也可以选择就是用玻璃的容器 玻璃材质不论是微波或是电锅 蒸香加热都没问题 但营养师也提醒 前一天装便当的时间点也要注意 晚餐煮好了 想要带隔天的便当 建议大家在吃之前 就要先把便当给装好 那就是直接送入冰箱保存的话 就可以减少细菌滋长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是吃完的晚餐 剩下的菜 然后再拿去装便当的话 就很可能会沾付我们 或家人的一个口水 那就会提高细菌滋长的一个机会 而在装便当时 也要避免在食物还热的时候 就立刻装进便当盒盖上 因为便当内产生的热气 可能会造成食物变质 等菜色冷下来之后 再装进便当盒比较安全 那细菌喜欢滋长的温度 是7到60度C之间 那其实温度越温暖 就像我们夏天的温度的话 是它更喜欢繁殖的 所以尽可能就是你从冰箱拿出来 到你到公司的这个路途当中的话 尽量缩短这个时间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保冷带 然后让它的温度是比较呈现 低温的状态下 那细菌也比较不容易滋长 那到冰箱的时候就赶快冰起来 然后记得一定要复热完全 因为有时候在微波加热的时候 它可能会就是温度受热不均匀 你可能在这一面微波之后 几分钟你可能要再换一个面 再微波几分钟 或者是翻动了之后再微波 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地就是复热完全 自带便当看似简单 却藏着许多的细节 毕竟一般人 没有学习过专业的卫生安全 一不小心健康的便当 可能就是让你跑厕所 进医院的远凶 TVBS新闻 正是为何将的下单词退报道